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娥,我們現在來打一下DEO的夢魘集 那這邊帶大家用大橋來通關 可是備註是想我有打在旁邊,不好打 你可以看完再決定要不要使用這一隊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都有附在旁邊了 如果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第一關這邊的話就是洗技能 就是不守小火,然後偷 偷到阿布剩下1 我們再進關這樣子 敵人是打不死你的啦,我們的血量是足夠的 好,這一關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在洗技能 那好在說這關無視減傷只有第一關跟第九關 R1跟R9,那老橋本身是有根性可以使用的 會還蠻方便 只是也不能說到輕鬆就是了 打起來很多地方是不能卡住的 很麻煩 好,那這邊其實偷回合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稍微進攻一下下 稍微啦,就稍微,不用打到像我那麼大力喔 好,總之這邊就是稍微偷一下 比較麻煩的大概就是第二關 好,然後第五關 會花比較多時間 以及王關,差不多 好,那好了之後我們就是開塵太陽的技衣兩次 那個字幕沒有打錯,就真的是技衣加技衣 因為技衣先進到替身模式 然後我們再使用替身模式的技能這樣子 好,那這邊就可以帶過去喔 第一關的血是6000億啦 對,所以如果那個前面沒有稍微造成傷害的話 是有打到6000億沒錯,可是可能就會比較緊繃一點 好,第二關這邊的話就麻煩了 來,第一回合我們先開阿布 那這邊先故意給他打一下 不然沒有壓血的話,我們是沒有倍率的 好,那你可以發現我藏太多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讓場上至少有光跟星加起來 5顆吼 不然如果沒有消到光跟星5顆 隊長技會直接噴掉 那個倍率失去的也是很可怕喔 好,第二回合的話呢 我們就去控7組屬性珠出來 好,然後這邊的話也是記得消到光跟星 好,加起來至少有5顆這樣子 好,那這邊有消到7組屬性珠就OK了 好,再來第三回合我們可以開波波 可是你要根據當時的情況去決定說要點什麼吼 因為如果只點星的話,你光跟星加起來可能不會消到5顆 好,那我們就是去看版面你怎麼樣可以轉到7組屬性珠為主 好,然後下去點這樣子 如果說你的光有至少5顆你想要點星 好,確保說屬性珠真的夠的話 其實也是可行的吼 反正這邊就是看當下的情況來決定 好,這邊就把剩下的一半帶掉 好,接著二血的話我們就是開城太陽祭2加祭1 然後轉兩組暗十字轉圍的時候我們去把龍科打開 好,這邊有轉到吼,然後我們就把龍科打開 好,那龍科就是全力去轉高分了 好,這個龍科其實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隊員可以撿2CD,等一下老橋就又可以使用了 好,這邊就收過去,沒問題 好,再來第三關吼 好,第三關這邊的話我們就把奇貝靈關掉 好,那就可以目送他離開了吼 大橋的回血也是很可怕的 所以基本上血有回滿就沒事吼 好,這邊就真的是目送他離開 好,接著就來到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我們開老橋 好,先解掉休眠 好,來接著我們開三催色波紋擊走 無視無所 好,最後再開奇貝靈鎖血 好,這邊三招的話血剛好剩25% 就直接有一個壓血作用在 好,來接著第五關 好,第五關這邊也是麻煩的地方吼 第一條血這邊吼,我們先開波波去點木 好,然後我們開成太郎忌餓 然後等一下去大力轉手消全部的水珠 你看像這邊其實你開成太郎忌餓 他就把新珠轉掉 那這樣老橋的隊長技就很容易噴掉 所以這邊,對,也是不能卡珠的其中一個地方啦 對,然後我這邊是因為剛好就真的 有天降可以不用讓我再重拍一次吼 好,然後這邊要手消全部的水 OK 好,畢竟關卡做成這樣子啦 要過已經是不容易了 總要多點方法讓大家去嘗試吼 好,二血這邊的話我們關奇背靈 好,就把波波的技能再洗回來 好,那這邊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又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盡量流光下來吼 好,因為等一下又要轉七祖屬性珠 我們可能又會把新點掉 那就要把光流多一點吼 好,這邊就是慢慢洗到波波跳回來 好,那波波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開波波吼 然後你就去算一下要點什麼珠子 好,不一定是點心吼 反正你就看一下那個 對,你比較好消的數量 好,那這邊我是真的看得比較久一點 好,最後我決定點那個火跟木吼 這樣水剛好加起來15顆 好,然後這邊的話我們要抓那個波波角色珠 放進格子裡面去 好,然後我再補一個老橋 好,這邊就可以放進格子了吼 好,然後轉圓去把龍科打開 好,然後轉圓去把龍科打開 做一波增傷 好,這邊就帶過去沒有問題喔 好,接著第六 好,第六就一樣 木送他離開就可以了 好,你可以看到我們隨便兩康齁 好,血都回得滿滿滿 OK 好,接著來到第七喔 好,第七這邊的話我們開阿布先去點燃他 阿布開下去隨便點就可以了 好,然後我們開那個奇背靈 然後我們再開三催色波紋擊走 然後去轉到三組十字喔 好,你可以跟我畫面上轉法一樣啦 就稍微放慢一點再看一下齁 好,這邊就帶過去 好,接著第八 好,第八這邊的話我們開老橋喔 然後我們只消其中一種 好,剩下都用疊的 好,這邊如果沒一波帶走沒關係 就是多花幾回合就好了齁 好,他打到你之前 好,多花幾回合 好,像我這邊就沒有一波帶走齁 所以要再多花一次 好,像我這邊就沒有一波帶走齁 好,這邊最後暗珠沒有疊到 小可惜齁 好,這邊就帶過去 好,接著二血這邊也是齁 那個,對 你根據珠子的數量阿 也會決定那個加C的結果 所以 對,這邊如果最後轉完沒有26C 趕快 對,看你要不要黑科技一下下齁 對啦,我這邊最後 其實我的版面是可以轉到26C齁 26C就是要抓著波波角射出手消 然後你還要手消到九康齁 很吃版面 好,我的版面是有啦 只是我最後 欸,出色沒有轉好 好在天降又幫我補回來 我可以不用再重拍一次 好,水珠我就不小心沒有切成兩組 如果有切成兩組的話就夠了齁 好,那這邊五鼠級打穿之後 欸,那個後面就會幫忙補傷害了 好,再來第九關 好,第九關這邊的話也是齁 偷一回合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要把光更新濾出來加5C 好,加起來總共5C 好,新珠現在是不能消啦 所以你可以把光珠藏好 然後其他雜珠趕快去把它消一消齁 對啊,一樣 如果你轉完 欸,發現沒有 你可以趕快黑科技一下齁 看 下一次機會能不能多一點 珠子來讓你達成可以光加星等於5C這樣子 好,那第二回合當然就是去把光更新加起來等於5C轉到位 然後再來就是 其他珠子也要稍微疊一下 如果沒有疊的話 傷害一樣是會岌岌可危喔 好,總之這邊就是各種麻煩齁 好,那這邊就有帶過去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那王一這邊我們可以先開老橋偷一回合 好,第二回合我們就可以開山吹射波紋擊踉 那山吹射這個版面剛好 2-3齁,你就不用動 直接送他就好了 好,接著二血這邊的話我們要把淇貝林關掉 好,關掉之後就是偷一下回合數 等得到陳太狼技術跳回來 跳回來之後我們就可以開晨太陽的技衣 然後先一回合大力轉送他 先把30暗擊處理掉 好那最後的話就是補一個三催射波紋擊走 然後去把九珠屬性珠轉到位 好這邊帶走 好那最後一條血 等一下等他歐拉玩 好那最後一條血基本上這邊就是等待時機大爆發就可以了 這邊不會有無視減傷 然後也沒有終結倒數 所以你就慢慢等到對面是0%的時候 我們再去大爆發就可以了 好啦那大橋的攻略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那個我的心得簡單來說 舒適度1到10的話 我覺得大概只有3分左右而已 所以你就稍微看完再決定要不要去弄吧 他是可以通關的 但是他是可以通關 然後隊員甚至也不用二獎或大獎 但是玩起來就是會考驗你的手轉 以及那個會不會卡珠的狀況產生這樣子 好啦總之大橋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一樣是三層就有全99配置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拉 好 掰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